为了推动台北市公办都更的政策 都发局举办都更中心第二波人员海选计划 将再度招募16位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 加入公办都更的行列 共同推动台北市未来50年的都市再生计划 都发局今年1月份进行第一波都更中心人员海选计划 评审委员从189位应征者当中挑选45位入围 最后由16位优秀的专业人才却贫重选 这群各行各业的高手将加入公办都更的行列 这16位呢 他们的专场跟贡献相当的齐备 从建筑设计都市规划景观设计 以及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谈的是法律的观点 社会学的观点 以及影像的诠释 都市更新要展现出来的理想 局长林中明强调 未来市府推动公办都更 出其重点就是提供拆迁户充足的中继住宅 因此需要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 将在3月3号之前 再招募16位都更中心人员 进行第二波海选计划 在过去的30年来 台北市新建了5万户的公共住宅 那我们的目标是 在未来的4年 朝向新建2万5千户的目标 那你用这个数学的换算 并不表示一个人一天要工作32个小时 我们的工作时间一样 但是我们使我们的团队 扩边 独发局积极扩充人力 就是期望加速推动公办都更计划的实施 2015年执行重点 包括公共住宅的智筹新建 到租屋公司的成立 中继住宅土地取得 设计规划动工等目标 一步一步将北市未来50年的都市再生计划 打下良好基础 中家代表学们的一如 蔡佛导 中家代表会选通选 Sau